你突然减速了 我没减速 当时这个路上都是慢行事的 都是慢行事 都是慢 反正就蹭上了 肯定是病了没在意 镜头前的男子在与警方谈论着 事故责任的划分 男子表示 对方车主可能开车的时候没注意 才导致了追尾 所以这起车祸事件 肯定是对方的责任 但是站在一边的女司机却表示 如果不是对方车主突然减速 自己也不至于直接撞上去 责任还是要交警判断 双方各执依此 谁也不愿意让谁 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到底 是怎么发生的呢 早上交警接到一个女子打来的报警电话 女子声称自己追尾了一辆大众轿车 希望交警能来到现场 划分一下事故责任 谭警官接到电话后 立马赶到了事故现场 在目的地看到了 停在路边的两辆车和两位车主 谭警官急忙上前了解情况 男司机表示自己在车道内正常行驶 由于早上路上车子很多 于是自己的速度比较慢 而这个女司机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直接就朝自己的车子撞了上来 自己也对这起追尾事故 十分纳闷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可能是女司机不小心踩到了油门 怎么撞的呢 他我应该是我刚准备变 然后他那时候又可能踩了一脚刹车 我猜 但女司机却对警察表示 当时自己开着车 就在男司机后面正常行驶 没有做出任何违规的举动 自己赶着去上班 看他开得跟个乌龟样的 就有些心急 于是想要变到超过去 没想到事故突然发生了 前面的车子突然减速了 导致自己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就追尾了 但男司机在旁边听到这话 立马就反驳 自己压根没有踩刹车 追尾纯粹是你开得快 女司机听到这话 也不想搭理他 他跟谭警官笑着说 自己开车已经超过十年了 这是自己开车 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 他也很是爽快地表示 自己愿意走任何程序进行赔偿 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自己绝对不会逃避责任 令女司机无奈的是 在谭警中男司机始终 是一副不耐烦的表情 一直表示自己有急事 不愿意去理赔中心 直接现金赔偿就行了 女司机跟谭警官说 自己不是不愿意赔钱 但是自己要交警先定责 万一这件事情 不是自己的责任呢 毕竟自己好好开着车 前面突然减速 谁能反应的过来 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所以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 让警方来到现场确定责任 谭警官来到现场查看发现 其实这次追尾事故不严重 甚至可以说报警都是小题大做 两辆车都几乎没有损伤 尤其是男司机的车子 只是用下脚的一块 还不如拳头大的漆皮被蹭掉了 谭警官直言 这一小块地方抛光就可以了 但男司机简直就是杠精在世 对谭警官的话 又提出了反驳 直言抛光并不能解决问题 男司机这时表示 让交警直接估个假 然后和女司机私了 直接赔钱就好了 也不需要走保险 这些麻烦的程序了 但是理赔多少谭警官 也拿不定注意的 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于是他先询问男司机 希望女司机赔偿多少 没想到男司机又开始了扯皮 不愿意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谭警官也不强迫他 为了让事情解决得更加公道 谭警官直接联系了 人保的工作人员 叫他来到现场定损 他那个损失大概多少钱呢 大概雇出来吗 看他在哪边修 如果是在4S店的话 大概要全喷的话 大概要五到六百块 如果汽油厂修修的话 两百块就好了 人保的工作人员表示 车辆维修的具体价格 要看男司机想到哪里去修 如果要去4S店 那么肯定是全车重新抛光喷漆 这个价钱就大了 但是如果只是随便找家汽车维修点 两百块就可以搞定了 没想到工作人员刚说完 男司机就立马生气了 他大声地指责工作人员 刚刚说的话是信口开河 自己的车两百块 根本就不可能修好 交警听到男司机 质疑专业人士的鉴定结果 于是再次询问男司机的想法 但男司机又改口说 自己不知道 谭警官直接给这个男人整得破防了 问你的时候变成了哑巴 不问你的时候 声音比谁都大 真是抬杠的小能手 其实看到这里 很多人大概知道了什么情况了 女司机一开始正常行驶 男司机可能是故意刹车 也可能是无意的反正是撞上去了 之后女司机想直接撕了算 自己倒霉赔点钱完事 结果这个男的希望能多拿点钱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于是扭扭捏捏起来了 一直说自己有急事要走 但又一直拖在这里 她希望女司机能主动说个高价摆平此事 又希望交警或工作人员开出个高价 态度就是我想拿好处 但我不说 我要你亲口说 显得我是光明正大 没有讹你 坦白来讲 女司机是落落大方 莫名其妙追尾 很可能是被坑的 但不屑于和这种人争论碰到问题 积极面对解决 从始至终不发脾气说话 有调步稳步推卸责任 最后谭警官十分无语地表示 不跟他瞎扯了 直接把车开到4S店维修 其实这件事情很好解决 一开始 双方就应该协商走保险 也不至于在这里耽误这么长时间 在此小编提醒各位 在超车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好车子间的间距 这让可以减少很多意外事故的发生 另外最好给车子买上保险 这样如果出意外事故了 可以直接走保险 能够省去很多麻烦 这边 我帮忙 我帮忙 我帮忙